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8月9日星期一的《慳时间》 今次又是许乐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澳洲小树王真bc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哇 相当的震撼 泰晤士报 嘭 有个新消息 英国政府发出来的消息 因为对于现在很多BNO架 或者香港架 或者严格来说香港人的香港人 他们经常说要走 又说什么移民潮 不是加油这么简单 飞机就真的要加油 加油让我飞走 加油让我飞走 让我乘搭来香港 很多可能叫做犹疑中 或者处理中 早前就说8月1日大锁说 咦 有机会这个锁呢 不是香港政府锁你 是你BNO组加 组加不认你 或者帮你在这个计划上 给你一些加锁 为什么呢 泰晤士报爆了消息 就说英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咦 那是不是英国版的正程揭露 就说有中国间谍 就透过申请BNO签证 等于他们那种的5加1 这些的签证 就尝试在英国那方面入境 签证为一个烟膜 但实际是特务 就是中国派来的间谍特务 到时候入境的时候 我要搜查一下他们的装备 他们说到书包其一 装备 我只是装备 他们现在当成为国产007 就算是有特务 有间谍 那个配备都已经改了 快点 脱这些鞋出来看看 然后试试那些鞋有没有按照 然后按一下 然后那些鞋是封筒 这个看起来 这个塑膠 然后一推 也是封筒 会不会是这样呢 神经的 我看到这篇东西挺好笑 又说什么英国版正情揭露 政治揭露 你好 这些揭露 有个洋人在这里说 Hello 就是 怎样呢 从与BNO签证跟着他们一起入境 可能那些小朋友 这些全部都是假的 整个家庭可能都是假的 都不顶了 那个小朋友背着那个啤啤熊 原来就是偷听起来的 他们眼睛是镜头 接着说收集情报 然后还好笑 就说他们打算这个途径入境 但就没提到细节是什么的 就是刚才所说的 风筒就是塑膠 你想吃这么多风筒 这个错了 这个是塑膠 然后就数字 有几多个案 暂时未公布 那接着就是汽浴了 政府的消息人士所说 就会对BNO签证申请方面 会进行一个严格的背景審查 我们先假设一下 很明显这个是屈的 中国间调 很指去污油 是不是 完全说不到什么证据 例如在酒店里找到 发现到他的 我已经覆了房子了 先生 是麗征大宾馆 就是伦敦那些 这件事 很明显就借这些来到污蔑中国 那他怎么说呢 还有讲其他的 我们先回正经 那些什么烧炮是风筒的呢 这是一件事 说会对背景審查 会严格之余 还有程序会被任何申请都要彻底 然后这个千古著人彭定康又跑出来做炸两 又在一个访问里 说一些相当过分 他说到了 英国面对着 是一个会利用情报人士的极权主义国家 哇 这些是完全是屈的 完全是无证无据 什么极权国家 他说是担忧呢 中共会在这个BNO架 这个签证大门开放的时候 会安插一些线人 来到 涉取英国方面的一些安全机密 他说他完全有理由相信 我们一定要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 那我们回到重心在哪里 其实较早前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过 就是怕什么渗透 说完这个消息之后 其实有机会是旁敲积极的 这个纯粹是一个假设 你都知道BNO架 麻烦是麻烦的人 又说要钱又说极度贫穷 又说找不到工作 又说做什么湯牛JJ 又说摘纸皮又说辛苦 又说最低工资又说找不到食 坐巴士又这样那样 是吧 宋博饼又在那里吵 又说要常常去什么光时 又去什么游行 又去到牛津街那边摔 你当了什么 你当了铜锣湾搜狗吗 让你们经常去开路开路 这里是英国 等于当年曾荫权和黄英文说 黄英文议员 这里是立法会 不是黑社会 这个地方 是不是黑社会的地方 这里是英国伦敦 不是铜锣湾 其实老实说 我一听到这条新闻 我就知道英国人想做什么 对了 没错了 甄比斯你先说 就是为了以后卡你们不移民 来做这些条例 想都想到了 对了 其实台湾之前是这样的 就是说什么滲透之后 转一个星期 都不知道 好像差不多 那些人申请之后 哇 那么麻烦 很多东西都卡住 还有严格了很多 我想 接下来 你们这班BNOGA 都冬过兵 不是香港政府锁你 好自由 你们可以继续上网 用APPs去登记 申请 也可以去北角 呼天抢地 排队 交表格 也可以 没人阻止你 机场也可以给你们 自出自入 什么都可以 有机的 你们都要过去 有签证的 都要过去 是不是 现在不是香港政府锁你 是你们的组家 说好似 疑似 有什么特务 间谍 这些过去 其实我已经想到整套 整套 怎样说 一个三分之二 就是说 你们这么思念香港 香港就是中国一部分 你看你们 整天说吃车仔面 你究竟心里面有没有英国 继续扣帽子 其实你们心里面还是很想念香港 香港就是中国一部分 所以你们就是间谍 我们也可以再从另一个角度 他们BNO架这次 卡住了 甚至乎香港架都卡住了 问题在于什么呢 他们不能够打骂英国政府 你们搞错 你先查清楚 哪里有这么多间谍 不会有间谍的 不要对我们的审查那么严谨 我们是正常人 我们是很黄的 我们真的很黄的 我们可不可以做过那些 黄色认证 米珠连的认证 可以吗 挂一只黄鸭去身 那些黄猪呢 我有黄猪的认证 可不可以当我不是特务 这个更容易 我只能说特务多数 都会把东西找进来 你这么明显更加是特务 还要等你进来的时候 大型时候 你不让那些特务 混入了你们的黄圈 拿到你们的猪 把你们的猪 拿到你们的猪 那些黄猪 然后再申请BNO签证 这些就是两重的间谍 对不对 如果真的有中国间谍的话 你以为别人是留的 对不对 你以为就是当了那些 烧炮是风筒 这些是纯粹搞笑的 对不对 那再来说 我们从几个角度 可以再去分析一件事 就是对于这个说法出来之后 举个例 好像移民顾问那些 都发表了一些意见 我们推测完 我们的沙盘推演之后 我们认真地 听听移民顾问怎么说 这个消息一出之后 英国政府加强在地审查 已经有BNO签证的这班人 已经是叫做无可口非的了 还有他说 未来会加强 来严格这个背景审查 虽然是这样 但是也无损 BNO架 他们说要过去英国的热情 当然 他们说要赶着什么走难 又说不走不行 还是怎样 过去来说 其实真的 BNO签证这个人 真的会比较上宽充 也很快 他说想当年 其实虽然不是很久的时间 只是今年年头 但是岁月如飞 已经说到 好像很多人已经过去了 一开始的时候 甚至乎一些人申请 一个星期就批准了 情况搞到好像叫做送给你 之后 有时一两个月左右 都说到 哇 学生签证都没那么快 如果现在英国政府方面 要再加强这些审查 再加上其他安排也好 政策也好 也好 似乎他们有相当的难度 才能等到这个签证出来 万一就算英国政府也好 他们批这个BNO签证出来 他批迟了给你的 你敢不敢吵他 不敢 对 你是有求于他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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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的 你吵林郑说也没用的 那些签证是英国政府 那他现在说 觉得有间谍 是不是 有间谍 我先审批一下 再不是 到时候他加些什么规则 都敢 因为这个BNO签证 这件事 任他们改 你们又不敢出声 你们又自己有什么 洋怒 那样的 因为现在说 那些消息人士在那里放风 说 未来这个BNO签证的审查程序 是会被任何程序 要来得彻底 哇 彻底这两个字 听见 就算我们不是申请 都想得到 是不是 会不会找那些M1纪来帮忙调查 如果是有个人 如果是有个人 鬼仔达 为什么他一去了 马上就有这条东西 啊 是啊 是啊 啊 我知道了 会不会有这个机会 原来李永达就是间谍 会不会 他这么多天都没出声 因为有一些叫做双面间谍 是啊 大家知道李永达 当年最自可一件什么事 他呢 就说在机场骂过戴卓尔夫人 说他 嘟嘟嘟嘟嘟 即是S字头那个 嘟嘟嘟嘟嘟 这样说 哈哈哈哈 其实他可能就扮到好像很憎恨英国 突然就牙开到 终于双面间谍 老去说 鬼仔达 哈哈 因为这几天他没有出来泡过头 陈树英也保持沉默 也不说什么 会不会有什么惊喜呢? 我们记住 也挺大机会 在《泰晤士报》这一篇东西里面也有提过 揭露到有一些间谍 首先是扮得难民 然后再去申请BNO签证 这东西也有的 我们听到重点在哪里? 难民 这方面也很配合这个鬼仔达 因为这个鬼仔达是拿不到良民证的 因为他在占中九尺已经招惹了 只不过他不用坐牢 换营的嘛 像陈淑庄那些 陈淑庄也要留在香港 没得到处装 除非他之前已经申请了有其他地方的护照 其他地方的国民身份 他就可以走 但如果现在再去搞 那就不行了 李永达会不会就是 啊 我首先用这个难民身份 然后想到英国落脚 之后再用BNO签证 行不行? BNO签证 是中国间谍 是吗? 这样行不行? 可能找到一部分也不行 因为他们很喜欢 如果BNO签证 为什么又会找到一些间谍出来呢? 其实也是传认BNO签证 他们很喜欢在群里面 就是说 哦 这个是鬼 这个是蓝丝 这个支持你什么 可能我怀疑 那些什么Johnny English那些 已经潜入了你们这里 看到你们 哦 哇 这个又是鬼 鬼英彤彤的 你们自己呢 BNO签证 新的BNO签证 里面有这么多 你们自己人都说是鬼 是吗? 你也是 周围都是鬼 打开个Facebook 看到 现在太不时报 这又像李永达哦 是吗? 犯难民 然后申请标签证哦 挺像哦 李永达还没说什么哦 是吗? 原来李永达是中国间谍 哦 怪不得叫民主党不要选了 不要阻头阻势 瓦解民主党 是吗? 其实中央方面也希望民主党去选的哦 那是怎样呢? 啊 我明白了 他就是特意扮认的 扮认到是叛逆 就是这个是叛逆 逆中央的意思 之后呢 去到英国的时候就说 你看看我 明明啊 中央都支持民主党 他们尝试一下去参选的 你看看我 我特意唱反调的 我还不是真难民 然后可能不知道了 Johnny English 已经可能发现到他 照射到他 或者用测试机试一试 哇 这个还不是鬼 噢 到时候有些什么呢 就找回鬼仔达 究竟是不是他 我问尚书 看看关不关事 我们暂时 不知道 他一定说 他暂时都说 不等阿达自己说 他现在都还没出来说 没理由这么久都不出声 安顿好先咯 可能 都安顿完啦 很多日了 对吧 现在怎么也好 什么间谍与不间谍呢 总之 未来BNO签证这件事 有机会把那个审批期延长 到时候他改一些东西 出去不涨的 他将三个月改为六个月 甚至乎不捨 都可以的 不捨要等多久才会批准你 你又不敢骂他 你也不敢骂他 是没有的 没有间谍这回事 叫他们不要严格审查 你知道吗 你都未来到你就知道 这里没有间谍 那辞了工 买了房子那些 怎么办呢 算了 金工 没有的啦 申请到就快了 申请不到就 说拜拜的啦 继续努力啦 你想想有什么可以证明到自己 不是中国间谍咯 有什么可以证明到 好难的 你可以证明自己不是中国间谍 那好了 我们今次暂时来到这里 希望他们可以顺利 去到自由空气的国家底下 索两胆啦 好不好 今次来到先啦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